再看一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如果有機會 你知道嗎 吳老師 這個是哪一次會去那裡 4月23號是不是 好像4月23號會去 說那個 台北那個桃園神社 桃園神社 我進將中是4月23號會去 你們如果 我待會跟大家講那個路線 我跟大家報告你們 第一次去 不重要 第一次去跟隨去比較重要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個地方以後要怎麼樣 下一次可以帶著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 兩個人一起去 你要知道事業去有什麼好處 因為等到5、6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 梅雨季節過氣 你知道嗎 帶著一個塑膠布 然後帶點心 點餐 然後到那邊去點餐 很棒 真的是很棒的地方 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報告 那邊沒有什麼人 只有什麼 小鳥叫 然後人你知道嗎 人來人往不會很 不會很多 不會很雜 但是你知道 不會讓你感覺到說 完全沒有人來會害怕 這個地方好到丟這種地方 這個地方是以前我開發的 下一個 你看 漂亮吧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怎麼會這樣子 來 這裡是什麼 他帶的是什麼 我們的民族英雄 吉星文的 在這裡 現在是什麼 忠烈池 忠烈池 因為吉星文為什麼他會放在這裡 因為他當時你知道嗎 他住的 那個建村啊 在桃園 再放上去 好 下一個 好 白沙角 真的好